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芒果TV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演员包文静 我不读 因为她在剧里面跟我演闺蜜的那个女孩很喜欢她 对 然后她在里面是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你看 你看这是谁 我记得你 就等于说又是韩颖炫又不是韩颖炫 对 然后我跟她在一起就是 其实我是不太看好她的那种 你无事就混蛋了你 我告诉你 你这儿劈着那个 然后劈着狗 对 看不上她 好玩 因为我们这部戏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一起拍摄的时候还挺有意思 然后会一起玩游戏 王者荣耀 就是我让所有人玩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玩 然后可能是拍摄之余呢 导演会组织我们出去吃吃饭啊 就是我们关系都非常好 我已经删了游戏了 然后他们几个好像全都是我独立吧 对对对 有好多人都是我让他们玩的 挺好的吧 就是我在里面演一个追她追不成功 她不喜欢我的一个女孩 就天天就除了拒绝我 就拒绝我 林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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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五行什么都不缺 就是缺女 对 特别年约 帅 亲和力 暖蓝 不太多 因为我在拍戏 然后呢 刚好贝尔在日本拍戏 然后贝尔觉得太想饺子 所以让饺子去日本拍戏 就陪着她 然后等于说我在北京古格林林的拍戏 我觉得饺子是这样的 她看不到谁就不会享受 她是看到谁就跟谁好 就包括我前段时间也去了一趟日本 大概住了一个星期吧 然后陪她 她就什么都会让我做 让我帮她拿奶瓶 让我抱她 让我推车呀 就全都是我 然后等我走了 然后我妈妈就会问她说 饺子想不想妈妈 不想 对 但就是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她会说我最爱妈妈了 我女儿就爱吃白米饭 只要是我会蒸个饭 她就很高兴了 她不太爱吃别的 而且录完这个节目之后 我跟她的关系就变得很融洽呀 就是我们会彼此依恋对方 然后见不到的时候会 她也会跟我妈妈说说 我要给妈妈打视频 因为她现在会说的话很多了 所以就是这个节目成就了我母女的关系 一半一半吧 就是可能有一半的时间 陪家人一半的时间出来演戏 青春戏吧 我其实之前刚出道的时候拍过好多古装戏 但都是跑龙套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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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